我往锅里放鸡蛋 我也往锅里放鸡蛋 我再往锅里加番茄 我也加番茄 乐乐 你怎么干什么都要学我啊 谁学你了宁宁 番茄炒鸡蛋都是这么做的 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和我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 我往锅里加糖 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 乐乐 这下你可输定了 什么 番茄炒鸡蛋里加糖 这样能好吃吗 我往锅里加饮 番茄炒鸡蛋出锅了 我的番茄炒鸡蛋酸酸甜甜的 肯定是最好吃的 甜的番茄炒鸡蛋 想想都很腻 肯定还是我的好吃 乐乐 你就是眼红我 有本事我们就比一比 比就比 输了可别哭鼻子 快来给番茄炒鸡蛋打疯了 好香啊 娘娘快来尝尝 我和乐乐谁做的好吃 我做的是甜的 我做的是咸的 甜的番茄炒蛋 这我还没吃过 宁宁的番茄炒蛋 我吃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 这什么 一点也不好吃 我选乐乐的番茄炒蛋 那我也尝尝乐乐的番茄炒蛋 哎呀 好咸啊 乐乐你眼放多了吧 什么 我选 妈妈 不准行妮妮 番茄炒蛋咸的才好吃 那好吧 我听老大的 我选乐乐 什么 你们也太没眼光了 妮妮 乐乐 你们在干什么呢 妈妈 大龙 你们来得正好 我和妮妮在比赛 谁做的番茄鸡蛋好吃 我最喜欢番茄鸡蛋了 先吃哪个呢 先吃我的大龙 我是甜的 不过大龙 你平时没那么爱吃甜的 你应该吃咸的 宁宁乐乐 你们别吵了 你是要先 我先吃宁宁的 酸酸甜甜的 再尝尝乐乐的 好咸啊 我选宁宁 我也吃 对不起乐乐 我不喜欢吃咸的 我也要逃给宁宁 太好了 这一下我也有两票了 现在只是平手 你还没赢呢 老师 快尝尝我们的番茄炒蛋 宁宁乐乐 你们这是干什么 老师 我和乐乐在比赛 谁做的番茄鸡蛋好吃 我做的是甜的 乐乐做的是咸的 快帮我们比一比吧 原来是这样 那我来尝一尝 宁宁的番茄炒蛋 我吃 甜甜的 很奇妙的搭配 乐乐的番茄炒蛋 我吃 咸咸的 很经典的味道 都很好吃 我给宁宁乐乐 都投票 什么 不行 这样就这么不胜物了 宁宁乐乐 食物本来就不是 统一的味道 每个人的口味 都有差别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 认同自己喜欢的美食 要尊重对方的饮食文化 你们能明白吗 对不起老师 我们知道错了 对不起宁宁 我不该这么说你 没关系 乐乐 我也有错 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吃什么味的番茄炒蛋呢 要学会尊重别人的饮食习惯哦 我们下期再见